被視為濁水溪防線重要縣市的地方 雲林 之前國民黨候選人張立善 他找來了鴻海集團董事長 郭台銘站台 大打經濟牌 現在縣長蘇智芬他火力全開 他就炮轟說 郭台銘根本是用錢在綁架選軍 去世世的帥氣 他都投入全台灣人的人說 如果什麼人條 他就要在那裡投資 他就要在那裡開工條 請問郭台銘董事長 你哪一件對線啊 候候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替國民黨移民縣長候選人張立善 震台現任縣長蘇智芬 火力全開 你不用從這個選舉當作籌碼 你要到處台灣的一個地方 你不應當綁架選舉 你不應當跟台灣的人民 用選票撞掉去 張立善選前10天請出郭董這張牌 民進黨見招拆招 黨主席蔡英文畫風一轉 重提2012總統大選 直接打臉藍營經濟牌 要想到我們這次的禮拜 因為大老闆永遠只會為自己的利益說話 為替我們說話 他們說他們挺國民黨 是為了台灣的經濟 我要問大家 這幾年來大家過得好嗎 林進勇抖六造勢晚會成了批鍋罵馬大會 究竟選前找郭董站台是加分還是扣分 張立善很有信心 沒有任何威脅而且可以造就地方繁榮 而且能夠穩定大家收入的這樣的企業界 我相信很多鄉親跟我一樣認同郭台銘先生 願意來投資園林投資台灣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替張立善站台自己卻成的劍拔 從商界插手政治圈 郭董成了移民選情最大話題 三連新聞廖宜德 葉林帆 許惠美 于林財富報道 喔另外呢